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天繼續說那顆花生 林作和鍾培生的花生 林作和鍾培生 最近成為了城中熱話 之前說要打擂台 鍾培生 向林作下戰輸 打擂台 不過林作 在facebook挑釁抽水 兩個人的擂台大戰 雖然擾釀多時仍未開打 林作昨天 在下午 終於在社交網站 正式宣布 接受挑戰 詳細資料 需要和鍾培生 請大家守候 林作早前 指要以半價 賣出他那套 曾經被人廣泛討論過的西裝 又表示想發起眾籌 籌一百萬 為他的保險團隊 招募人才 剛巧鍾培生近日接受 傳媒訪問的時候 就說 每年都要花一百萬 去回季支持他的會員 林作很快在那篇 訪問下留言回應 抄我一百萬 疑似就啃著了鍾培生 於是鍾培生立即開盤一百萬 要求林作跟他打回場 相當之花生 之前我們都說過 林作昨天 拍片 建議鍾培生改為這個辯論賽 由此想改為這個閉門比賽 被網民吵咎說他肅沙 林作跟著就是正式宣布接受挑戰 又說我從未歸縮過 我是林作 打殘鍾培生計劃由今天開始 這樣 很囂張 鍾培生也在社交網上貼文 回應的林作 就說 我從來不打雷人 你將會是第一個 會打到你記得我中字怎麼寫 這樣說 很囂張 兩個都 跟著那些人就說 就說 林作的前度女朋友 即是麥明斯 亦都表示對於林作和鍾培生 這個一百萬擂台戰 是相當之期待的 就說 兩個人自於六年分手之後 麥明斯 直都未有新戀情 不過日前有傳媒報道 麥明斯 跟第二個人去了夜餐 然後問他是不是一起拍拖 那些 他就說只是朋友聊天 人家問他有沒有留意前度 他說沒有關心 但期待單位打得成 麥明斯也想他被人打 真可憐 真可憐 這單花生 都繼續跟下去 林作這個傻子 看看他 鍾培生怎樣把他 真是相當之期待 看看接下來會怎樣發展 兩個都沒有縮 應該 說得到這麼縮實齒 如果現在才來縮 很縮的 所以應該 我想他應該不會縮的 應該大家都有花生吃的 在這麽苦悶的環境 都叫做一點是苦中作樂 看到林作這個傻子 你也沒被人咀 幾個傻子 是不是這麼說 那我講到這裏 這單花生 希望他們遲些 看看怎樣 我們有機會再講 沒什麼特別 那這就夠了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花力頻道 那我就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